这几年交通事故发生得太过于频繁,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,不仅靠驾照难了,而且在交通管制方面也越发严格,好像是不管做错什么都被扣分罚款,很多车主都是叫苦怜天好,因为12分根本不管用,很快就会被扣完,要是扣分了,每年只恢复一次分数,导致现在开车的司机都小心翼翼,生怕违规被扣分罚款。 2018新规定,以下这四种违章不扣分只交罚款,你知道了吗?一起来看看吧,一是长时间占用非机动车导,要是在以前,机动车长时间占用非机动车导,是要被扣两分,并罚款200的,2018年新规定已经不会扣分了,只需要缴那100到200的罚款就行,但是规定才开始实行,所以有些地方还是按原来的处理, 所以车主们还是要小心开车,不要有侥幸心理多,二是在车身贴大量贴纸,前段时间,非常流行在后挡动玻璃上贴贴纸,有些喜欢恶搞的人,会贴上恐怖贴纸,甚至还有的车主喜欢用贴纸贴满整个车身,来彰显自己的个性,但是这会给交通造成危害, 一旦被交警抓到,就得被扣六分,罚款200,2018年现在贴纸已经不会被扣分了,只会罚款100到200,三是行驶过程挣垃圾,现在人的生活好了,觉得马路上有清洁工为止环境了,在车上吃完东西喝完东西以后,打开车窗随手一扔现象增多, 对于这种情况,以前也是要罚款扣分的,现在条件放宽的,如果被拍了照,或者被交警看见,是不会扣分的,只是罚款200了,似是车辆上的灭火器,如果没有佩戴车带灭火器罚款200,现在的车辆缓红越来越严格了,每辆汽车都必须携带灭火器,很多车主觉得灭火器没有多大的用处,而且还占地方,都拿了下来, 其实不然,万一有什么事情,灭火器是很管用的,所以带着好,以防万一,2018新规定,这四种违章不扣分只交罚款,你现在知道了吗? 最后,希望各位车主在行驶过程安全制上,罚款扣分情况统统利用,做一个好刺激,欢迎留言评论,简单点加关注。